机用品也是尽量节省使用 这些都是很方便的方法 那我们下面就要来谈一谈 未来我们在能源跟电力的方面 到底还有哪些替代 那刚刚提到就是有再生能源的部分 我们就要请能源局的 我们的苏主长来跟我们谈一下 这个目前政府对于再生能源的规划是怎么样 而我们未来有没有可能 让我们台湾更加的节能减碳 你要不要讲一下 我想再生能源具有我们能源自主性 还有减碳的效果 所以也是我们将来发展的一个重点 所以我们除了扶植国内的再生能源产业以外 也鼓励我们民众去装置再生能源的设置 好像哪些 那譬如说太阳光电的部分 最近台电在规划一个4000千瓦 一个大型的太阳光光电厂 那这个算是蛮大的 你就鼓励民众装设 民众100年完成 鼓励民众装设的部分也有很多 就是像太阳热水器也是一个我们补助的重点 那那个LED的灯泡 省电灯泡 这些也是我们鼓励的重点 那比较大型的供电 比较量比较大的就是像太阳光电 或者风力发电 那风力发电 我们目前已经在装好的跟现在在装的总共有300台 那总化电量有58万千瓦 那这个量也蛮大的 那因为风力现在的成本是比较有竞争性 所以我们也积极鼓励 大部分装在哪里 大部分都装在那个海边 沿海的地方 大概在云林以北 整个西部的海岸 每隔大概 成本比较低 四五百公尺 那除了这个以外还有什么 交通耗制 另外就是交通耗制 交通耗制我们原来都用那个电灯泡 那总共全国有70万盏 我们也规划在民国100年以前 全部换装成LED的这个交通耗制灯 那个省电的效果相当的大 所以总共的投资有多高 总共我们估计五年内投入250亿 这样的总共的这个费用 所以这个是将来的一个展望 就是说在再生能源方面 那台电这边对于未来整个电力系统的展望是怎么样 我们现在我们的电力系统 以现在来讲 从来讲我们是火力发电的比例是太高了一点 我们从看去年 我们火力发电大概占我们整个系统快到70% 其实会污染 所以这里污染的控制是现在可以是做的是比较好 但是不可避免有二氧化碳的产生 那大家也晓得为了这个地球暖化问题 我们积极要减碳 所以大家都常常讲的 这个叫做要节能减碳 所以而且再加上我们大量的依赖这个化石燃料化 比如说像前两年这个燃料成本的这个波动 我们就就电价就受到很大的影响 所以未来呢我们的 我们行政院也讲了 我们要走入到这个低碳的一个社会 如果走到低碳社会 在电力业这方面也要走到低碳的一个发电结构 那低碳发电结构我们看起来就说再生能源是一定要积极的来发展 那么但是再生能源它因为量的限制 没有办法取代我们很多发电 所以有一些低碳的甚至是无碳的这个电力人员呢 也是我们未来要发展的一个方向 那将来有没有可能降低电力的成本呢 因为我们总是很担心 刚刚一提到低碳当然我们很喜欢低碳 但是很害怕成本又提高啊 没有错 而且跟大家报告一下 整个世界其实看起来 我们是走进了一个就是高价的一个能源的时代了 未来要想说 因为这次的这个油价降低也有它的因素嘛 就是金融危机的关系 我们长远来看我们的能源价格不可能下降的 不可能下降 对所以大家都还是要尽量的去节约能源 但是台电还是要想办法让你们的成本降低啊 不该怎么说 所以在台电来讲的话 我们有很大部分 因为刚刚讲我们用了很多这个化石燃料的发电嘛 所以像我们煤的采购 就是我们很重要一款 所以我们每一年对这个煤的采购 不管是长期合约还是短期合约 我们是花了很多心力尽量能够买到低价的煤 但是这有时候也是受国际的能源价格的影响了 对 所以比较困难 对因为大家晓得这种能源它是有限的嘛 那有限了以后所以这价格不太会掉下来的 好所以大家还是使得这些 对 那业教授给我们一点展望吧 只要风力啊 或者太阳能发电未来的展望会是怎么样 给我们一点Future 那除了刚才讲的CO2可以潜上CO2的问题以外 那其实风力发电还有太阳能发电 这是唯一我们可以自己创造的能源 那所以它不受说外面国家这个不卖我们资源这样的问题 所以其实是 可是它量有限啊 对量有限 但是如果在危机的时候 那我们至少还可以自己发电 这是有这样子的保障 那还有就是实际上风力发电这部分其实是也可以设置 只是它有 对它应该也可以设置 在沿岸人比较少的地方 因为它多少会有声音 那太阳能它还有一个优点就是安静的 那还有说国内的产业 产业的部分 像面板产业这很发达 半导体产业很发达 那实际上太阳能光电的部分 其实也是半导体产业 所以我们可以利用这样子的优势 发展我们的太阳能 那还有就是说 其实相对于我们台湾的这个产能 其实是非常大 在世界也是排名前面的 那但是相较于这个产出 那但是我们自己设置很少 那所以变成说我们只管卖钱 那如果考虑这现在政府都要讲CSR 那实际上以政府的CSR来讲 我们是似乎是要尽一点义务 就是减碳的部分的 这部分的义务这样子 所以减碳是一定要做的 那如果这样讲就是未来的时代 会是一个高价能源的时代 我们刚刚已经下了结论了 就是反正电视一定不会 不容易往下降 那么往上升的可能性是比较大 所以未来台电要多办几次比赛 让我们大家多多的这个创造一些省电达人 然后多给点折扣 现在是七折嘛 看能不能再降到六折 多给点折扣来鼓励大家来节能减碳 而且减少用电 所以我们今天跟各位来探谈的一个题目 就是说怎么样在一个史上最高的电价 今年从六月到九六月都是很难过的日子 又热又电费又贵 所以怎么样能够帮助大家 我们刚刚已经谈了很多的方法 节省冷气 节省用电 那台电一定要再努力一点 让我们大家来这个发展 表扬节能减碳 而且省电的用户 只要你能够省电 你就是这个世界上最smart的人 就是不要让台电赚太多钱了 我们大家一起来节省 所以今天非常谢谢各位 来收看这节2100警报现场 我们大家学到一点省电的Pepo 那我们也欢迎你 如果你有任何省电的Pepo 我们有一个这个传真的电话 欢迎你随时 传真告诉我们 可以帮你看登在台湾警报上面 有任何有关于省电的Pepo 02-2358-1807 随时传真给我们 或是2358-2155都可以 传真告诉我们你的省电的Pepo 让我们可以来一起 把你的意见 能够Po上我们的网路 让更多人能够知道 怎么样来省电 谢谢您的收看 我们也谢谢各位来宾的参加 大家再会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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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 来一起 加油 谢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